过于黏人的父爱究竟有多让人窒息 16岁的吴伦有一个特别大的烦恼 那就是爸爸实在是太过黏人 他十分厌恶爸爸用肢体接触的方式来表达父爱 然而爸爸就连喊他起床这件事 也要挑战他的底线 进入青年级的女儿 两心意识已经觉醒 肆意十分警惕爸爸的越界行为 但黎人的爸爸却不允许女儿对自己有任何抵触 女儿都被拒绝 难看的他火气也上来了 爸爸特殊的父爱在女儿的生活中无孔不入 就连女儿要问他哪里花钱 他也要趁机做一番文章 借女儿对自己有回应 兴奋的他立刻掏出了钱包 面对女儿拒绝的态度 还想等女儿主动的他岂不可耐 爸爸嘴上述着肢体接触是为了跟家里人保持亲近 但对象换成妈妈时他的态度截然不同 所以当妈妈提出也想要领花钱时 爸爸的反应十分冰冷 因为妈妈的突然伤化 妇女二人的交流就这么被打断 葛耿于怀的爸爸一直想继续和女儿的交易 甚至顾不上女儿的朋友来访 面对女儿的眼泪 她却完全没有反省 甚至还因此对女儿很有意见 之后更是连胆生招呼这一步骤都省略呢 而在公共场合他也没有丝毫的收敛 爸爸这样的行为让嘉宾们也争论不已 然而面对他们的条件 爸爸还是坚持自己表达父爱的形式没有问题 看到女儿崩溃的样子 台下的一位父亲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观点 所以这两位爸爸对于父爱的看法 你更赞成哪一方的呢